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蒋川 今天我跟史大师为大家带来的是天长战战的比赛 现在我们象棋协会推出了新的明山系列赛 明山系列赛是每年会举行 它实行的规则是四个分战赛 加一个总决赛 四个分战赛各自是八名棋手 包括一些全国冠军跟等级分前列的棋手 然后八名棋手是取三个 取前三名 然后每一战都取前三名 最后是十二位进入到总决赛 而这一战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一个分战赛 在分战赛的两位棋手就许云庚特技大师 跟洪志特技大师表现的也是非常优异 他们进入到了决赛 现在我们就是讲这个决赛的对局了 这盘棋能介绍一下洪方 这盘棋是洪方是徐云川特技大师 黑方是洪志 像这个比赛呢 这盘棋是当天的第三盘对局了 这个比赛实行的是淘泰制 淘泰制就是在慢棋的两盘对局当中 是洪志特技大师在第一盘引起的情况下 第二盘是输掉了就被徐云川特技大扳回一局 这盘就是第三盘 对采取的时间是十加十 十加十 另外根据赛制规定呢 就是这盘棋如果是洪方下合了的话 在接下来的一盘棋当中 我估计黑方棋有可能还会选择黑方 因为他再合一盘就将获胜 因为两盘后手如果都是合起的话 黑方就将获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洪方就是在应该说是 必须稳中求胜的背景下展开的 是这样 那我们一起看那盘棋 看实战对局 实战 炮二平五 炮二平五 寻生特技大师 炮二平五 采用的是炮二平五 黑方马八进七 他们下这盘对局的时候 史大师 当时我也是在现场 当时我也是在现场 总体感觉 圣灵其境 圣灵其境 总体感觉就是洪志特技大师 在第一盘 他后手获胜的情况下 他当时认为自己 我先手肯定合了我就赢了 在这样的 但是第二盘 许特大走的是非常好 他抓住了应该说 洪志特技大师有一点保守的想法 就把齐局给绑回了 所以在这盘情势下 我看当时是许特大师 气势十足 刚才在悬崖边回来了 而洪志特大师正恼火的 哎呦 刚才怎么那盘棋 我怎么能走输了 正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所以这个 我分析了当时双方的心态情况 当然作为超一流高手 他们肯定都是 会迅速的调解状态 马二进三 鞠九平八 鞠九平八 洪方走的是鞠一平二 黑方走足七进一 进七组呢 是最近洪志特大 比较喜欢的下法 他就是避开 如果跳常规的 这个曲头屏风马的话 就洪方有中炮进三边 或者五七炮之类的变化 可能就是有另一个领域 而七组的话 最近洪志特大 下得非常熟 在前不久的比赛当中 他跟我也是下这个 他都在我印象当中 他最近应付中炮直居 他就按下这个 他可能最近在这方面 有一些 非常有心得 对 徐云川特大师走了 G二进六 黑方走的是马二进三 红方走的是马八进七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这个局面下呢 通常的话 就是通常的话 基本上都走足三进一 比较多 就是形成中炮直居双正马 对黑方两头舍的局面 就通常是走足三进一为多 而马七进六呢 是洪志特大比较喜欢的 印象当中 我感觉就今年 还有向贾连赛亚豪 包括很多比赛 就是内蒙古的棋手 现在洪志特大呢 在内蒙古担任了教练兼运动员嘛 内蒙古的棋手 就是他们都很喜欢 在这样的局面下 采用马七进六 应该说是比较强硬的下法 马七进六就马上威胁你的局了 讲特大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说以前的时候 是走兵七进一 然后马七进六 形成折马盘河 现在洪方已经下了这个 比如说没有冲起这个七路兵 现在您还这样跳的话 确实像你刚才说的很对 就是因为确实认为 原来是拱七兵跳马 这是比较多 而现在跳正马 当时很多会以为 这样拱中兵是不是 中间黑方有点薄弱 但是在就是黑方 包括洪志特大 他们的对局当中 确实也有对方出现过 兵武进一的下方 当然他们可能研究的更深 他们不害怕 他们不害怕 是这样 这个也是他们比较有心得的下法 洪方好像又 洪方还原了 还原成兵七进一 这个时候 黑方走了居一进一 这一路变化 也是最近就特别流行的下方 在以前好像遇到 比如说中炮进七兵 就是马七进六 居一进一 感觉是后手方过于凶 是吧 感觉因为后手方 在我们相其认为 还是比较平稳 先是得先顶住洪方 是吧 但现这种下方 就是以进攻替代防守了 很激进 很激进 对 洪方走了炮八进三 炮八进三这部棋 是这个 当时我也在现场 我就是感觉 黑方走了这个局面 只有洪方炮八进三 走的是非常快的 在这个局面下 应该说 不止炮八进三的话 洪方其实还是 很有很多选择的 比如说常见的选择 我们把一路给大家看一下 退一下 常见的选择有兵五进一 平五进一 黑方可能会逐七进一 这样就让黑方 也实行反击嘛 洪方可能会炮 拒二拼四 哎 刚才我们说 拒一进一没长起来吧 少摆了一步是吧 对 可能少摆了一步 退 我们先后退 对 他先 不是等一下 跳马 他先马 后退 跳马 不是他先跳马 现在黑方走 对对对 后退 没事 对对 好 开始 对 洪方是拒二进六 黑方马二进三 洪方马八进七 黑方走的是马七进六 嗯 哦 洪方兵七进一 嗯 黑方是拒一进一 洪方正常的 就是比较常见的 进攻手段 可能是兵五进一 这样的话 黑方有可能会逐七进一 洪方拒二平四 黑方再逐七进一 洪方兵五进一 这个是最凶的变化了 洪方 逐七进一吃马 黑方兵五进一吃足 黑方四四进五 洪方拒四退一 黑方拒一平四 这个局面呢 就形成就是 你看洪方也是特别凶 中兵都扎到这里了 对 黑方也不甘事 我猪叶插到这里了 这个就是这一路变化当中 最凶险的变化 在之前呢 就是大家认为 这个变化可能 呃 更符合洪方的战略意图吧 因为洪方先手都是想求胜嘛 就是走得比较激烈 所以黑方那时候 选择的比较少 但在近些年 黑方经过大量的实战之后 他也非常有信心 认为在这对攻当中 黑方也是不甘示弱的 所以说这些年就是 呃 这路变化就是 大家 一直兴起来了 对对对 一直兴起来了 当然这次比赛 呃 许特大刚才我们说的 没有选择这路变化嘛 哦 那我们回到实战当中来 好 嗯 好 嗯 这个时候 这时候红方走的是 炮八进三 嗯 呃 黑方 威胁这个派合吗 呃 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啊 走到这里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 呃 当时呢 那个炮八进三 我刚才说了 许特大走得非常快 红之特大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其实应付这个局面 他以前 可能会走足七进一 或者炮二进一的 但是当红方这么快之后 我感觉当时他愣了一下 愣了一下 他大概想了个一分钟 差不多 我们刚才介绍了 这赛制嘛 是十加十 十分钟加十秒 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这个花一分钟 应该说是非常奢侈的啊 但是红之特大可能顾忌到 红方有很多的研究 他最后走了个G1平6 另外也是在您之前说的 那个背景之下产生的啊 对啊 对啊 是 走了G1平6 然后红方G2平3 红方走了G2平3 应该说 许云川特级大师 对这盘棋 我估计 从实战来看 他是做了精心的准备 因为在之前的队局当中 可能红方走的 炮8平3为多 就在我们全国赛当中 出现的队局啊 但这盘 他面对黑方G1平6 他G2推3也走得非常快 那当时是这样 然后黑方 不过这步棋 黑方还硬的还是不错的 G8进1 红方G9进1 赶紧把左G调离右边啊 然后黑方走的是 炮8平7 对G 红方是G吃G 黑方是G吃G 红方兵7进1 这里黑方走了一步 比较巧得起 马6退5 马6退5 他借着马保住那个足 三足 假如说红方这时候 走兵7进1的话 黑方就马5进3 可能黑方应该说局势不差 红方如果想有发展 他必须打破平衡 炮8平3 黑方逐3进1 吃掉 红方G9平8 借着先手把G走出来 炮8平1 红方走了 马7进6 G8进3 黑方G8进3 这个局面如果黑方直接走四六进五的话 红方有可能会炮5平7 瞄住黑方弱线 所以他就是借着先手抓炮 这个时候他是不怕你炮3进4的 假如说你炮3进4打相的话 知识 就知识 过会儿黑方将有G8推4抓死红炮的旗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很危险 红方变成危险了 对对是这样的 红方走的是炮3退1 黑方G8平4 红方G8进3 宝马 黑方走了是炮1进4 面对就是红方这个 就是有点挑衅的下法 我们刚才说强行打破平衡的下法 黑方走的也是不甘示弱 他一直没有把自己就是采取 就是软弱防守的态势 面对着可以选择对攻 他也是强行跟你拼一下 当然这个局面现在是 双方都是互有顾忌 现在红方走了炮3进5 红方走了炮3进5 对 想看他这个我能理解 我觉得再不打的话有一点 对啊 因为从刚才局面已经有点变化了 因为黑方的左居已经移到右边来了 这样的话 黑方居在回去抓红炮的话 应该说是有一度距离要走 在这种局面下呢 红方感觉是时机成熟了 可以打向 对啊 黑方就四六进五 兵三进一 兵三进一 那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进行到是双方也是互有顾忌 就是应该说 就是气势上已经双方就是 非常要大干一场了 在这种局面下呢 接下来的局势会走向何处 我们也是过会再回来 好吗 请你朋友们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把齐局已经介绍到这里了 在现在的局面下呢 就是红方跟黑方应该说是互有顾忌 红方也是强行打了个像 黑方呢 我们一看啊 这个鞭炮也发出 三族也把黑方的兵给吃掉了 然后应该说大子也是处于前方 在这种局面下呢 应该说在之前的双方走的 就是双方都并没有保守 就是 非常的尖锐 非常的尖锐 现在我们就看局面怎么发展了 现在轮到黑方下 轮到黑方下起 黑方走了G4平8 G4平8他显然他是准备G8推4 就抓红炮了 红方呢炮五平七 黑方这时候走了G8退4 这个时候黑方不能 有些骑名朋友们 一看 G8退4的话 他会有马六进五的起 那我是不是可以炮一平三 先挡一下呢 炮一平三的话 红方就有可能会走向七进五 G8退4 我退下 G8退4 这样的话 虽然红方没有马六进五的起 也没有马六进四的起 但是红方接下来可能会有G8退1抓炮 那这样这个炮也没地方可逃 而且红方仍然是在这条线上面有一些 很强烈的进攻 保持着威力 对 对 我们后退 是 黑方呢走了G8退4 他就要换子了 这样的话红方肯定也得换了 是吧 红方是马六进五 黑方 G8平7 G8平7 红方马五进三 吃炮 进行大换子 G7进二 红方炮7进五 当时我在现场看这个棋举的时候 他们两个在这时候交换的时候 走得非常快 并且走到此的时候 黑方还是非常快 黑方非常快地走了 马五进四 红方走了炮7进一 黑方马四进五 这个是马五进四的连续手段 应该说也是红志特大 在进行大交换的时候 就计算范围之内的 这个时候红方如果走马三进五 黑方就将G7平五 这样吃回来 虽然黑方少了一个项 但是红方因为兵马上会被扫光 这样的局面 黑方应该也是可以抗衡的 所以的话红方走了 G8退一 G8退一 进行的这样的交换 这样的交换 这步棋实战当中 黑方是走了马五进七 其实他如果走得更精确的话 可能是走马五退七更好 这步棋当时可能因为 他认为这个局面是差不多了 就有点松懈 面临一些松懈 他这个时候走马五退七 是更好一些 这样的话 你要是不是的话 他就把炮退回去 这样的话黑方多了两个组 黑方更有潜力 红方可能还得走 走平拘 平回来 平回来 这时候黑方可以走 G7进一 G7进一的意思就是 假如说你飞向 你会飞向 他可以走马七退五 这样换了 吃到这里来 这个马位 跟过一会儿 我们也交换过 实战当中的马位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这个马位非常快的 就能卧槽 马跳八方 马跳八方 是吧 并且很快就卧槽 这个应该说 就现在的向起发展的 就是大家水平非常接近 就很细 你稍微一点疏忽 稍微一点疏忽 虽然不至于疏忽 但是可能为接下来就会 要扳回这一点疏忽 就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是这样 那我们看实战 实战 居八退一 对 居八退一 黑方实战是走了 马五进七 居八平九 黑方居七进三 红方居九进三 这种局面呢 就是 虽然从大字来说 也比较接近 红方的居炮 黑方居马 黑方的少了一个向 黑方多了个足 但这种局面就是 这个马位很关键 如果马比较快 如果投入战斗 那是黑方也不差 如果马跳卧槽的话 比较慢的话 可能红方更会有力 当然这种也是 其我们如果平时 要经过大量的实战 才总结出来 到底哪个位置好 哪个假牛配合 也不有的时候 不一定就是说 在哪里就是好 刚才红方吃了 现在是黑方走吧 黑方是走了 黑方走了是 居七平五 十四进五 红方走了 四四进五 黑方可能走了 马七退八 马七退八 他现在准备卧槽了 那么所以红方把鞠回来 红方鞠回来 鞠五平六 黑方鞠五平六 还是为卧槽做努力 对 鞠九平三 你想卧槽 我先站住这个位置 你卧槽也没用 这个是这样 这样的话 黑方也是走了 马八进六 红方炮七平八 残骑炮归家 赶紧把炮回来 马 马六退四 黑方走了 炮八退六 赶紧回家 足九进一 走了足九进一 红方走了 平鞠 鞠三平七 因为这个足 对于黑方来说 是非常大的 红方假如说 把这个足消灭掉的话 应该说 红方就是彻底成为 稳中求胜了 干好了 所以这个足是非常大的 他起到了一些 对 起到就是说 正是因为黑方 现在有这个足 所以我们感觉局面差不多 如果把这个足吃掉了 肯定显然就是红方 只有银跟河两条路了 是吧 对 他退局保 他退局保 他不能给这个足吃 飞向 他也飞向 他也飞向 红方走的是炮八进七 打一枪 黑方向五退三 其有们会问 这个特大怎么走棋都白走了 飞一下又回去 这个是这样 最终残局呢 就是有的时候是无所谓 就是在有些局面下 就是说飞起来 推下来 差不多 他认为把黑炮 红炮放到底下去可能更好 因为过一会儿 我们从实战就会看到 过会儿杀兵 再杀象的时候 你就不敢杀象 因为他过会儿 只能拖住炮还快一点 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种无所谓 不能因为这部剧 就是说他白走 特别大什么的细节 一般也是 红方四五进六 当然我刚才说了 在这种局面下 红方是认为自己是稍好一点的局面 所以红方显然不会走炮八退七 跟他就是不变作合 对 他四五进六 G六进二 G七进二 G六进二应该说是 红方在黑方在这个局面下 应该说是 他就想快点合了吧 认为这期无论走什么都合了 如果其实这期 他就不走这些跳个马之类的 就马六进四或者怎么样 保留变化也不差 其实他就想快点合了 当时我说了 这个赛制嘛 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 两盘合起 他就将获胜 因为你刚开始 已经慢起下了两盘 双方打平 在快起的话 两盘再合起 双方就是黑方就将获胜 所以他也希望快点合了吧 是吧 有点着急 有点着急 这时候呢 他就吃了冰 就是交换嘛 这时候炮八退九 这时候红方是不能吃相 我们这部棋看看 就红方是 千万不能吃相 吃相的话 他就有可能是G九平二 这样的话 你如果炮八瓶九 他就G二平一 这样就拖住了 这个棋就是合起了 所以这个是棋 我们一定得 有的时候 见到子不能贪吃 这个就是这里的原因 我们看看实战 刚好很巧 吃黑方吃了这个足 黑方吃了这个足 我帮你退炮 我帮你退了炮 炮退底下 黑方走了 这样的话 黑方走了 马四经二 马准备 采菊采士 先手 这个G只有回来 G回来 他必须保住四 黑方走了是向三进五 横方是走了四六进五 应该说局面走到此 就是黑方 核起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局面应该说 正常的话下棋 这个局面还是核起为多 因为这个局面 假如说黑方 把马归到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他的马 能到了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说 好像我们的马可以过去 我们的马可以过去 比如说假如说 马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黑方就用G 把炮给剁了 也是核起 就把炮换了 就用一个G换一个炮 在这种局面下 就这个阵型下面 黑方是不会输的 我听懂了 就是这个阵型 可以守一个G 对对对 是可以守一个G 所以这种局面 正常来说 我们说肯定是核起 概率比较大 但是临场正是因为 可能是 我认为黑方认为 无论怎么下就核了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 黑方很遗憾的是 走了一个 马尔腿 马尔腿四 应该说是一个败招 很可惜的败招 就让前面那个 付出的努力 就是 付出东流 付出东流了 对 他这个棋很巧 他可能以为 从第一杆来说 我马推这个 你从第一杆来说 你肯定打我一将 打我一将回向 你也不能吃我这个向 你在 这个棋很巧 这时候如果 洪方在走泡八斤九的话 对不起 你来 没事 他灵活的 如果走泡八斤九 他回向 那你照样不能吃 你如果抓马 肯定得抓马什么之类 抓马 他也照样马回去 马四推六什么回去 这样的话 就是还是不能吃向 所以黑方 就是一点事都没有 但这个棋就特别巧的是 我们回到实战 刚才说 洪方可以拘七进五吃向 非常刁钻的一部棋 这个估计黑方算漏了 我估计他当时是怎么算 他以为吃向的话 他可能能走这个棋 当然他可以以为能走这个 这个 我抓你炮 那我过会向还没得跑 但这个棋很巧 这样的话 洪方会走炮八平七 这样你也保不住这个 你马四推六 我照样拘七平五吃向 这样我底下要杀着你呢 对 这个棋就非常巧了 是吧 非常巧 我看那个林场 我看洪志特达 走了这个马二推四 走是非常的懊恼 他当他拘七进五走的时候 非常懊恼 而且他就 他后来很遗憾 没办法 他只能走了马四推六 到了马四推六 他这个向 这样的话洪方就拘七平五 吃向 吃在这里 黑方一看这个拘九平二 洪方也会走炮八平七 也没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呢 黑方是出了个老将 对 黑方出老将 对 出老将 洪方是走了拘五推二 拘五推二抓马 这样的话 在这个局面下 刚才已经少了一个向 如果少了一个向的局面下 就是黑方再把这个足以吃的话 就显然黑方只能胜鞠马 双是对洪方拘胖是这样的 这个局面应该说是 黑方正常来说 洪方只要把握的精确的话 洪方是会引起 当然洪方也是一步步朝着 引起的这个方向去走 对 对 迈进 黑方走了 鞠九平六 洪方是走了炮八进五 炮八进五 黑方走了 马六进七 马六进七 洪方杀鞠五平一 洪方杀了鞠五平一 这个棋 蒋特大 这个棋 洪方是逼胜的局面吗 走得精确的话 洪方是胜的局面 这个局面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用鞠换炮 就形成关合的局面 这样的话 他迟早会漏 漏 漏 对 黑方走了是 鞠八平 跟炮 洪方显然不能给他跟住 炮八平七 因为这个 洪方这个棋有像 对对 有像 跟你说的非常对 如果这个棋没有像 或者只有一个像 那洪方引起的难度就大 这个棋就是四项 对他非常重要 黑方走了鞠二平三 洪方走了炮七退一 嗯 黑方 降六进一 降六进一 洪方走了鞠平三 局面进行到此呢 我们刚才说了 应该 洪志特大就是说 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懊恼 就是说像他本身是在 我刚才说了 在慢棋第一盘 引起的情况下 第二盘被扳回 然后走到这个局面 正常还是输的概率大 所以他就是 我估计他就是信心也没了 如果这个局面 在他本身输定的棋 走到这个局面 他可能就会非常有信心 我再抵抗一阵 但是本身是第二盘 已经在 合棋就可以的情况下 下输了 然后走到此呢 然后呢 他我估计就是 也没有心情再继续下来了 当然这个 如果红方这个棋 就是黑方继续走 红方处理得当 也是会赢棋 这样呢 经过这个三盘的战斗 许云川特大 在决赛当中是获胜 也获得了天堂战盃的冠军 是吧 我们也恭喜两位棋手 冠亚军 最后都进入到了 明山的整决赛 我们今天的棋局 就为观众朋友们 讲解到这里 对 这里是决战明山 天堂战战 对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一期再见